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近來 新兼行政會議成員的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 出來公開發言時 頻頻說一些人話 在上一趟 她接受HK01訪問時提到 說過量開放自由行旅客來香港 就是中港矛盾的禍根 而在今日她又在Facebook上寫了一條貼文 大爆說在半山區的豪宅 有銀主盤湧現 究竟她這條貼文說什麼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葉劉那篇貼文是這麼說的 她說昨日如常去到保雲道行山時 見到一道新奇景 行山徑沿路的樓盤廣告 竟然好像雨後春筍湧現 幾乎所有登柱、欄杆和涼亭 都貼滿了大量銀主盤的廣告 她這番說話不是吹水 因為這篇貼文附帶了一張照片 真的貼滿了登柱 她說地產經紀明顯知道 星期六會有住在鄰近的行山人士 希望借此宣傳招來生意 葉劉就分析 說這些廣告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全部都是豪宅盤 即使是面積較小的單位也好 都是位處於山頂、深灣、淺水灣、 司徒拔道和大坑道等傳統的豪宅地段 同時這些廣告更加表明 放售單位是割價和急售的 另外葉劉就說 留意到今天其中一宗蝕讓放售的地產新聞 就是在2015年的時候 有個業主就以5.42億元 一手賣出山頂百家道28號的陽房 最新叫價已經減到5.5億元 較兩年前高峰的時候 叫價是劈了2億8千萬 市場就有傳 即使以下5億5千萬來出售也好 業主仍然可能要虧超過2千萬的手續費 葉劉就說這個現象 明顯地就是 有不少富豪或者有一定資產的人 選擇離場 他就認為不外乎有幾個原因 首先就是去年的所謂黑暴 以及持續至今的疫情 令到香港市道急速轉壞 部分放盤人因為投資失利或者生意轉差周轉不靈 急於賣樓套現還債 不惜就洩讓離場 另一個更加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們極有可能對香港徹底失去信心 看探前景就決定離場 除了他提到所謂的黑暴以外 他說的話大致上我也是同意的 即是你說去年的示威活動 對於樓市有影響就不要吹水了 大家可以看看去年的中原CCL指數 即是二手樓的指數 根本上沒有大跌 這是有客觀數據 作為基礎 就不用亂說 但是很明顯 今年這個武肺疫情之後 的而且確出現了 正如葉劉所說的大量豪宅盤 這是否意味著 香港樓市是有爆破的跡象呢? 大家要思考一下 葉劉所說的不是錯的 大部分都正確 不過他是為了要政治正確 他叫做 所以又無厘頭把黑暴放進去 是多鯛魚 不過葉劉提到 說有不少富豪 或者擁有一定資產的人選擇退場 這就是客觀事實 所言非虛 其實也是相當明顯 就是資產階級 開始攪腳 不要說資產階級 連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 都要賤賣宿舍地皮 你就知道 根本上有很多人對於香港的前景 就是看淡 對於香港就是沒有信心 現在壽山川道37號 這塊美領館宿舍地皮 就以25億多些賣給行隆 但是在2018年的時候 隔離壽山川道39號那塊地皮 就以超過59億賣給華潤 現在看到美領館好像 像是鑑便宜鑑賤賣不及 他也是急壽的 給人一種感覺很趕忙 隨便拿得多少 走人就算數 所以葉劉現在說 有很多豪宅廣告 銀主盤廣告 貼在行山徑 我相信是千真萬確 他也有圖片座證 這個情況當然對於樓市來說 絕對不是一個好的少頭 當然正如葉劉所說 現在只限於豪宅市場 至於市區和村屋的樓市 暫時還未有這麼風聲 學累著 葉劉這篇貼文 最後也是隔離林鄭 他說 香港明顯響起了信心危機的警號 他說 對於行政長官新一份施政報告 就清晰表明了 現今香港社會 絕對不是一次性派錢 或者短期為民措施 是可以解決問題的 他說這句話 本質上來說就沒錯 只不過 你葉劉自己也是行會成員 你怎會不知道 究竟特區政府解決問題的能力是怎樣 就算你不再派錢 就算你不做一些短期為民措施 難道你又有能力去解決問題嗎 只是說全日禁堂食 就已經知道這群下特區政府的高官 全部都是離地 是脫離民眾 是不食人間煙火的 根本就是體驗不到民間疾苦 故此葉劉現在說到 派錢或者做一些短期為民措施 是解決不了問題 這是廢話 是多鞠魚 為甚麼 因為就算你不派錢 不做為民措施 問題一樣放在這裏 解決不了 就是因為它無能 你說有些範疇 譬如說政治範疇 你達區政府 根本上就沒有這個本事 沒有這個把炮 來主宰這個政策 那就非戰之罪 問題就是有些民生相關的事情 你也是搞得一塌糊塗 我想你那個全日禁堂食 不需要請示中央 不需要請示西環 純粹是你自己中環的抉擇 不一樣搞得一堆屎 雖然你說不派錢 不做這些為民措施 當然是愚蠢 當然是派 至少派錢來講 雖然也解決不了一些根本性的問題 但至少能解決到市民 當前的延微資急 好過連這個延微資急也解決不了 所以你有甚麼可能 一次性派錢或短期為民措施是沒有用的 你說不是做甚麼 他說要做一些實際的行動 令香港市民和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士 對香港重拾信心和希望 不要搞這些大龍鳳 不要浪費氣 做一些實際的事 現兜兜回饋市民 做一些短期的衛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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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些受災的行業 就像成哥一樣 他都懂得在基金會撥一筆錢出來 對於那些在疫情當中受到嚴重影響的行業 以現金來支援他 這些事情應該特區政府做多些 尤其是對於那些從業員 對於那些市民來做 還說甚麼重拾信心和希望 浪費氣 然後我們再看看香港電台的報道 他們很厲害 揭發到有些市民重複做檢測 究竟搞甚麼呢 根據港台新聞所說 有市民已經是第二次接受採養 第一次是9月2日做檢測 因為市民擔心自己會受到感染 再加上檢測中心在鄭的住所附近 於是他就在計劃結束之前 再去做一次 這個市民擺明是貪小便宜 第一是貪全民檢測是免費的 第二是貪檢測中心救救腳 第三是貪它根本上 原來是可以重複去做的 這真是好笑 你大區政府說到 不知道有170萬人次去參與這個全民檢測 你應該公佈一個數字就是 究竟有多少人是重複重複去做的 原來有些人做完又做 做完又做 做完又做 去做都行 其實真的要說一個數字出來 就是究竟這個全民檢測當中 有多少人是重複做檢測的 這裏當中就有些水分來的 做完又做都可以計算 如果有些人貪得意 有空無事 隔一天就去做 他就做了很多次 起不時是 他不用錢 原來檢測有漏洞 有些市民是可以做超過一次的 至少港台報道的市民就是 你的機制根本上就沒有防止他做超過一次 亦都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世衛專家當初所說 全民檢測是浪費金錢 以及不切實際 便又中了 原來這些人做完一次後 又說擔心自己受到感染 那你做來又有什麼作用呢 你做完第一次之後 陰性的 又擔心受感染 又做多次 其實這些人在檢測中心做完採養之後 一走出街 乘車也好 吃飯也好 甚至乎回家乘車也好 不一樣是物質 不一樣有機會感染 那你怎樣 要不需要一天做一次 甚至乎激 下午早做一次 晚上做一次 是不是浪費 所以那個世衛專家說得對 根本上就是浪費金錢 以及不切實際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